本周三 也就是10月30号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即将停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经济事件 了解更多信息 我是亚利克斯伊扎特 上午9点30分将要发布的是 英国个人贷款月数据 8月份抵押贷款小幅回落 但消费信贷持续以稳定的步伐增长 格林尼治时间中午12点30分 将要发布的是9月份 加拿大工业产品价格指数 8月份该指数意外走高 扭转了上月3%的跌幅 接下来在6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本周最重要的事件 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汇币政策最新声明 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宣布 结束其国债购买计划 这也出现了反对政策制定者的意见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即在晚间8点钟将要发布的是 新西兰储备银行货币政策声明 该央行成为今年年初提高利率的第一大央行 但预期这段时间并没有什么改变 晚间8点15分 加拿大总督斯蒂文将发表讲话 家园交易者也要密切关注 因为他将要在 沃泰华参议院常设委员会 就银行贸易和商业方面进行表态 5月过后将要发布澳大利亚第三季度 进口物价指数 随着澳元对其他商品货币和油价的下跌 第二季度进口价格比预期下跌 以上内容为本周三的重要新闻发布 明天将继续为您带来周四的相关内容 再见